啊大家好在这个影片里面啊我们会介绍一下我们这个排队系统啊在这里你可以看到这里是我们办公室的那个啊展示啊展示房间那你可以看到我们会有排队机还有POS系统那在这里的话我们在这个影片就只会把那个排队系统演示给你们看 首先啊我们先啊介绍一下就是排队系统需要来哪些设备在这里你可以你需要一台就是平板电脑android的平板电脑来当做主机然后去把那个打排队的票打印给啊你的啊客人然后你需要一台打印机啊也是啊打印票给你的客人 那在这里需要一台啊那个安卓的android的啊电视或者是android的啊电脑连接到你的显示屏也可以的然后如果你想给你的客人自己打打票排队的话那你可以准备一台小一点的平板电脑给他们自己打票也可以的 那我们先来到我们先来到我们的啊主机我们看到在我们的啊系统里面你可以看到我们有a到e的那个英文字那a的话就是一到两个人b的话就是三到四个人 然后然后c就是5到6啊然后再加上去那比如说你又啊你餐厅现在已经满了然后啊有两个客人他说要 你可以按一下两个人然后按ok好我们系统就会打印一张啊排队票给你那现在排队的号就是a7那啊我们现在啊餐馆的话还才叫到a3那就是说前面还有四个人在等桌子那比如说有四个人啊来餐馆的话他啊也要拿排队票的话 你就按一下是然后按OK那我们就会有四个人的排队票那比如说啊你餐馆里面的人已经啊吃完饭了可以啊就是桌子可以给下一位客人那他这个桌子是两个人的话那你就需要按一下a的位置按一下然后我们就可以按一下叫下一个号码a4 然后你看到我们还有啊发音的功能然后屏幕也更新到a4那如果你需要再叫一次的话你可以再按一下然后在这里可以选择重新再叫 那我们就会看到这个显示屏已经更新了那比如说啊你不想就是有一个员工帮客人按的话你也可以在那个小的平板电脑里面 那给客人自己啊打票比如说我是两个人的我就按一下OK然后我就可以把我需要的排队票打印出来了 那这个如果你的排队很长的话那客人他可能就想说啊去别的地方走走等一下才过来嘛 但是问题就是说你不知道这个排队叫到几号吗那我们有一个就是用QR Code或者是这个链接去查询一下我们的排队的状态 那比如说啊比如说啊我走啊在啊在外面走了一会儿然后看到啊这个可以用QR Code查询一下我现在餐馆排队的状态 然后然后如果快要到我的号的话我就可以啊回去餐馆里面然后等我的票就可以进去餐馆里面用餐了 那啊这里就是我们排队系统的演示那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可以随时找我们查询谢谢 谢谢